周柏豪今天出席品牌活動 《仕途恆者義》雖然已經播完了 但黃翠瑜就被網民大談他的演技未夠班 作為他的對手柏豪你怎樣看呀? 這個年代當然人人都有評論或者去為那件事表態 但是有時有些文章或者有些不是一定傳媒 有時有些網上的討論區 或者有些所謂的公眾號或者那些版面 其實有時寫一篇東西 其實坦白說每一篇東西都是為了收視 為了點擊率而寫的 很多都是寫一篇東西 如果沒有點擊率或者沒有討論空間的時候 其實那篇東西是等於失敗的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他可以寫的但是沒什麼必要傷害人 你會不會擔心翠瑜? 我相信翠瑜他自己 我們都入了行有一段時間 所以我不會太擔心他怎樣想 但是這件事情 如果大家問我我就是有這樣的感覺 就是這個年代大家都有大家的言論自由的 我也都有的 但是我如果覺得過分的話我都會出聲 你覺得他的演技怎樣? 我覺得他很好啊 坦白說 因為我在現場看黃翠瑜是一個 就算他連續通宵了九天 每一天都是睡一兩個小時的一天 他是很累的化妝的時候 但是一拍攝的時候 他是一個非常專業的演員 很熬得 其實坦白說 我和他一個朋友 我清楚他家裡的環境 其實他生活無憂的 但是他都很專業很努力地去做自己的工作 首先這件事我appreciate的 第二件事我真的和他相處了之後 我真的覺得他很努力 還有我不覺得他差 是的 我覺得他好的 我覺得他的感情 或者每一場戲研究自己的角色 都很花很多心機 大家有很多的交流 是的 我很疼這位朋友 有傳使徒行者會開拍第三輯 這個 我和你一樣都是聽聞 我還未收到官方的 你在第二輯的角色都沒有死 沒有死 你就有機會拍第三輯 是的 如果他還需要我的話 你還拍不拍 其實要看三哥和Benz那些期 因為他們才是最重要的演員 他們拍這套戲才成立 才有公開 所以才有公開 如果有更多人 就更加正一點 這個故事 更多元素 更多發展的空間